所以,那批光明余孽,是在等我。是的,然后你把他们都坑惨了。你的意思是,我还需要为此感到惋惜。你觉得我活了这么久,还会这么天真吗?明天给你做松鼠桂鱼。天哪,真的吗?你看,这是不一样的两件事好不好,我当然不会认为那批光明余孽知道你才是他们要找的人后会对你磕头行礼,认你做主人。 看看他们是如何对待皮亚杰与贝德先生的,你大概会被当作吉祥物一样的存在给圈养控制起来。最重要的是,我的身份本来就见不得光了,结果还和光明搅合在一起。也是,还是继续在秩序神教混有前途。不过,贝德先生既然留下了这两幅画,为什么不直接对我说呢? 他不是叫你回来看他女儿了吗?如果你没回来,自然就看不到这个了,这是身为一个父亲所拥有的倔强吧。其实,我一直看不透我这位准岳父。所以,信仰必神教的人,才会被称为疯子。 好了,休息了,明天早上还要出发回城,小队那里有任务了。所以,我的松鼠桂鱼呢?等下次吧。我又不是睡,为什么要等下次?你那天果然在外面偷听。猜猜我还听到了什么? 大声点,我听不到,再大声点啊喵。好了,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吃到松鼠桂鱼。卡伦,你是不是玩不起啊喵?天刚亮,卡伦就收拾好了,伯格将行李全都安置进了车里。 卡伦去尤尼斯的房间,对着他额头亲吻了一下,然后走出去,和老安德森他们告了别,坐进了自己车里。等车驶出艾伦庄园后,卡伦拿出尤尼斯送给自己的钱包,翻开,里面的照片中,自己和尤尼斯相威在马背上。 月色正浓下,白马与家人。这是多少男人梦想过的场景,就如同是很多女孩都曾幻想过自己的白马王子来接自己,很多男孩也都幻想过骑着白马去接自己心爱的女孩。你现在可以掉头回去的?普尔说道,我不介意哦。可是,如果我没有离开艾伦庄园,拉菲尔家族会被秩序神教毁灭吗? 艾伦庄园,还能像现在这样,对拉菲尔家族撒手的作坊产业挑挑拣拣。普尔一时语色,等尤尼斯完全消化好了血脉里的力量,我会接他过来的。 普尔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一边玩着自己的尾巴一边扭头看了看卡伦,道。 卡伦,我发现,伊莫莱斯家的人,似乎都很专一。我在伊莫莱斯家这么多年,从迪斯到你的父亲,以及梅森和温妮,他们对待感情都很专一。 就是温妮虽然一开始选错了人,但她接下来就没再有过其他感情瓜葛。 不是专一,而是因为伊莫莱斯,更看重家人。 唉,我年轻时就觉得谈情说爱,好愚蠢,一点意思都没有,心里完全没这个想法。 请问,你现在处于哪个年龄段?刚退去青色喵,呵呵呵,卡伦忍不住笑出了声,普尔难得没生气,也跟着笑了。 这时,坐在后车座的凯文也合群的笑了。 普尔马上扭过头瞪着他。 笑屁啊,蠢狗。 凯文,良久。 在开车途中,普尔忽然开口道,卡伦,连光明神教都接到神隐了,我感觉,这个世界,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正在发生着。 因为出发的早,所以卡伦中午时就回到了兰桥社区,先把普尔和凯文送回了家,然后再开车去了丧仪社,等到了丧仪社后,发现后院的改建工程已经在收尾阶段了,这效率,出奇得高。 更让卡伦意外的是,阿尔弗雷德还特意在原本的两间铺面基础上,又搭了一间,虽然帕瓦罗丧仪社位于阶尾有扩充空间,但这确实属于违建了。 不过,兰桥社区属于人口稠密却又远离市中心的区域,违建的现象很是普遍,自己所住的艾伦公寓下面不远的一条小商业街,基本都是违建起来的铁皮棚。 走进去后,卡伦看见阿尔弗雷德带着丁科姆与皮克正在装着门窗,等门窗装好后,就是软装,软装的话就快多了。 看来,很快就能入住了,因为完全不用等待甲醛挥发。 倒不是说这个时代的装修材料很环保,而是卡伦完全可以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的用进化术法进行去甲醛。 阿尔弗雷德看见了卡伦,马上跑下来。 少爷,辛苦了,阿尔弗雷德。 不辛苦,还感觉很有趣。 卡伦留意到正在继续工作的皮克与丁科姆,他们现在看见自己来了,正一脸干劲,先前完全是一副被迫当奴隶的样子。 家里这些日子没其他事吧? 没有,莱克夫人那边也早就安顿好了,住在酒店里,我每晚都会去看望一下他们。 嗯,好,那我就先去梧桐街了。 好的,少爷,您去忙,如果有需要,请通知我,我马上过来。 嗯? 卡伦回到车里,驶向梧桐街。 等到达教无大楼下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停好车,走进去,这次卡伦没有再穿行过大厅,而是直接走到最角落,来到了那台孤独的电梯前,这应该是内部专供的电梯。 按了灯,不一会儿,电梯门打开,里面的电梯员微笑看着卡伦,卡伦拿出了自己的那枚塑料戒指,对方也没检查,直接示意卡伦可以进来。 楼层他帮你按好,卡伦就默默地站在里面感受着电梯上行。 不一会儿,电梯门在自己身后开了,卡伦转身走了进去,这是尼奥的办公室,只不过尼奥本人并不在这里。 这时,李坚的门被打开,上次那位女秘书走了出来,看见卡伦后,他微微一笑,道,你稍等,我去通知队长。 好的,卡伦在沙发上坐下,女人进入里间后,很快就又走了出来,问道,你喝些什么?冰水有吗? 有的,女人将一杯冰水送到卡伦面前,然后在卡伦对面坐下,自我介绍道。 你可以叫我范妮,我是队员之一,但平日李负责队长的秘书工作。 你好,范妮小姐。 这时,电梯门打开,卡伦扭头看去,发现不是尼奥,走进来的是一头金发打着鼻环和唇环穿着皮衣的女人,应该没有30岁。 对方进来后就一直在盯着自己打量,目光很肆意,丝毫没有遮掩。 卡伦站起身,对她道,你好,我是卡伦,边外队员。 女人笑了,然后直接往卡伦面前一凑,双手搂住卡伦的腰,嘴直接对着卡伦亲了过来。 卡伦下意识地伸手推挡她。 哦,你喜欢摸这里吗?可以,我给你解开。 范妮,你去把电梯门卡住,让队长他们晚一点上来,我先和我丈夫来一发。 范妮有些无奈地俯额,道,佩格,不要闹。 我没闹,队长亲口跟我说的,这位新成员是为我准备的,是为了解决我个人问题。 佩格,队长的话除了在执行任务时可以相信,其他时候能信吗? 嘿,本来我是不信的,但看到他后,我信了,那可是我最尊敬的队长啊,他怎么可能会骗我呢?来,姐姐我。 我不,亲爱的老公,我来好好服侍你,让你快乐上天。 卡伦被佩格直接推倒在沙发上,然后,他竟然真的脱下了自己的上身皮衣,里面的皮肤上,可以看见很多处伤痕。 但卡伦没有心思去欣赏身上伤痕所带来的野性美,因为他开始解罩了。 佩格,不要闹了。 尼奥的声音出现。 佩格停住了动作,把衣服又穿了回去,回头,看了一眼不知何时站在自己身后的队长,不满道。 队长,你这样真的很扫兴哀。 尼奥竟只走向自己的办公桌,道,现在开会。 佩格对卡伦送了个飞吻,然后在范妮旁边坐了下来。 卡伦也坐直了身子,他先前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不能直接召唤出海神指甲吧。 然后,卡伦留意到尼奥嘴角的轻微弧度,似乎对自己无法继续得体,感觉很满意。 接下来的任务是保护任务,暗月家族的代表将在两天后的下午两点抵达港口。 我们小队负责暗月家族代表在约克城会谈期间的安保任务。 又是安保任务。 卡伦记得上次对阿纳瓦斯家族,也是保护任务。 咦?不对。卡伦微微皱眉。 暗月家族,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 忽然间,卡伦想到了,自己的暗月之刃不就出自这个家族吗? 这次的会谈,上面很重视,任务级别很高,任务奖励也很丰厚。 另外,会谈如果取得成功,任务奖励还能再提升一个级别。 佩格很好奇地问道,队长,是什么级别的任务? D级。一个安保任务就D级了,再提升是不是就是D加级的奖励? 是的。哇哦,这个任务,队长你是怎么抢下来的? 上面对他以及这个代表团很重视,重视到连我们这边的安保队伍,都可以由暗月家族代表团亲自挑选。 约克城内,有任务在身的队伍除外,剩余处于复闲状态或者小任务状态下的22支秩序之边小队,全部递交了申请。 毕竟是这个级别的任务。 范妮点了点头,而且保护地点又在约克城,难度不大,奖励又丰厚,大家肯定都眼红。 是的,不过,我提前分析了暗月家族代表人名单,发现为首的是暗月家族这一代的少主化世人奥菲利亚,今年,他才17岁。 所以,其他小队都是将自己队伍里实力最强人的资料放在首页,很多小队都是把队长的资料放在第一页。 那队长您呢?佩格问道,你要看向卡伦,道,我把卡伦的资料,放在了第一页。 卡伦,尼奥拍了一下手,道,然后,果然被选中了。 队长,她是我的丈夫,佩格说道,佩格小姐,我有未婚妻。 卡伦只能站起身解释,我不需要名分。 佩格直接道,现在是任务时间,尼奥开口道,佩格只能坐了下来。 按照以往的安保礼仪,我们需要派三个人作为贴身安保人员,考虑到对方代表团话是人是女性的缘故,为了方便,就有我们队伍里的两名女性队员佩格,范妮,以及卡伦,作为贴身安保人员。 是,队长。 是,队长。 佩格与范妮都将右手放在了胸口位置。 是,队长。 卡伦也做了相同的动作,虽然她觉得队长先前的任务分配的话,听起来怪怪的。 我以及其他队员,将在暗处负责安保警戒任务,这次的任务既然已经拿下了,那我们就必须以最好看的姿态完成。 因为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批代表团会来约课程,阿娜瓦斯加的伯爵对我们上次的任务大家赞赏,回去后还特意为我们小队向高层写了感谢信。 在说这些话时,卡伦留意到尼奥的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化,这是一位可以把公事和私情分得很清楚的人。 所以,暗阅家族代表团的安保任务如果我们小队也能完美完成,接下来,我们将很可能被默认接下剩余的所有安保任务。 奖励丰厚,时间短,危险系数低,这种任务,我相信你们肯定希望越多越好。 当然,队长。 佩格笑道,范妮,稍后你拿着任务攻函,去管理处帮卡伦领一套装备。 好的,队长,那些装备有什么用,谁稀罕啊? 佩格笑呵呵地看着卡伦,和我在一起,姐姐送你一套更好的。 范妮笑道,我听马洛说了,我们这位新队员,可是连普通手枪都会带在身上去使用的人。 卡伦只能礼貌微笑,心里则道,这段黑历史是过不去了吗? 则马还与我说了,卡伦,你的女朋友家条件很不好是不是? 佩格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踹了她,姐姐包养你。 好了,任务分配到此结束,具体的任务表和行程表,明天会下发,范妮,你留意一下。 好的,队长。 另外,佩格,任务第一,在这段期间,你不允许再骚扰卡伦,因为你是作为贴身安保的一员。 我知道的,队长。 佩格终于安静了下来。 尼奥又看向卡伦,道,如果你觉得他烦了,你可以对着他开枪,然后带他去小树林。 呼,我很期待,原来我的丈夫喜欢这种情调。 佩格笑道,就是现在天气有点冷,天冷的时候,血液流通会变慢。 卡伦听到的意思是,如果你觉得他烦了,可以把他打一顿,打一顿,他就不敢对你放肆了。 所以,这支队伍的内部氛围,这么和谐的吗? 身为队长,竟然鼓励下面队员思斗。 好了,散会。 会议结束,范妮喊住了卡伦,示意他和自己来,结果就是卡伦,范妮和佩格都走进了电梯。 不过,似乎是先前尼奥的任务警告有用,佩格没有在针对自己。 我先走了,任务集合时间键。 嗯?范妮点了点头。 再见了,亲爱的,记得想我哦,哈哈哈哈。 佩格笑着走出了电梯。 卡伦泽和范妮一起等待着电梯继续下行。 如果你讨厌他,可以直接表现出来,我们队伍里,不喜欢客套与礼貌。 我觉得还好,没严重到这种程度。 所以,你是愿意的咯。 没有,呵呵。 范妮领着卡伦来到了第九层,卡伦就跟在他后面,看着他办理手续,最后来到了一处黑色的铁门前。 铁门中间有个小窗户,从窗户里递出来一张表,范妮帮卡伦填好了,最后到,签字。 卡伦签下自己名字,卡伦,希尔瓦。 表格被递送进去后,很快,一个登山包被从里面丢了出来,卡伦伸手接住,不算太沉。 都是基础装备,你可以挑剪一些留下来用,看不上的直接拿黑色上去卖。 好的,我知道了。 这时,铁门中间窗户里探出一个脑袋,秃顶,中年,他很不满道。 能不能照顾一下我这个管理员的感受,去远一点的地方叫新人。 哦,抱歉。 范妮对他笑着挥挥手,然后对卡伦问道,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 那就回去吧,任务集合时间是后天早晨六点,在队长办公室集合。 好的,我知道了。 卡伦提着装备包走出了大楼,打开车门,坐进去后,将包放在了副驾驶位置上。 这段时间似乎是有很多家族和外部势力,正在和秩序神教进行谈判达成合作,这感觉,像是在为了应对什么做着准备。 在发动汽车时,卡伦忽然想到了上午普尔在车里说过的话。 这个世界,可能正在发生着变化。 所以,会是怎样的变化呢?